中塔的紅柱 原外的中塔可是每次到訪時必拍的景點 4月13拍攝 中塔旁的紅柱約開7成 等到紅柱結束後 就是繡球花登場時刻 台北澳萬大的門票資訊 更多資訊可到台北澳萬大的FB官網查看喔 台北澳萬大佔地約3000坪 主要的紅峰品種為台灣紅柱 入口處的紅柱小鏡幾乎滿開囉 一鏡圓就被這片美景給吸引 to dance our way to church on Sundays mama set the pace daydreamer kidna me take me back all the way back to them days 光是眼前的美景 就讓人停下腳步 花了不少時間拍攝 一鏡圓內各素的裝飾也相當好拍 一鏡圓內各素的裝飾也相當好拍 daydreamer kidna me I'm running around in a gown and a crown beerfoot 有用餐的朋友 看你是要選 靠近西邊的座位 dressed in a gown beerfoot 或是要選在能看到春風紅柱的座位也可以 台北萬大除了春風紅柱可以觀賞外 到了秋天也能看到清風變紅的美景 B派的農貓家族 過了小橋後來到園區的另一側 小木屋旁的紅柱開得正漂亮 這裡面可是大型的用餐區 適合團體遊客使用 今年的許願區換到這裡啰 今年的許願區換到這裡啰 在橋的旁邊有路可以下去溪邊 可以看看清澈的溪水 那我們繼續往上走吧 今年的台北萬大也種植了很多的繡球花 繼續往上走 才是今天賞春風的重點 賞風步道 很適合輕紙貢游 廠風步道 平緩好走 很適合輕紙貢游 4月13號拍攝 春風紅處約開7到8層 沿路都能觀賞到不少 紅通通通的春風 每一年都來拍攝的看板 今年是第三年來拍攝影片 雖然6日有機會下雨 不過別擔心 紅處的葉子很強壯 不會被這些魚給輕易打落 春風紅處的小知識 紅處嫩芽剛長出來的葉子 會呈現紅色 受到氣溫降雨變化後 才會慢慢轉成綠色 這跟我們一般知道的 秋風變化完全是相反哦 每年都是在這椅子附近的周圍 春風開得最漂亮 顏色有黃有紅有綠 堆疊出不同色者的美感 必拍的風靈池街 請務必要走這段下去 享受兩旁風紅的盛況 台北阿灣大的楓葉品種 是台灣紅處 在春天的3到4月盛開 有春風之稱 沿路都能看見 兩旁種植了許多的繡球花 台北阿灣大的賞豐步道 範圍還不小哦 慢慢走觀賞完 也是需要不少時間 繼續往上走 繼續往上走 來到園區的最上層 這裡的紅處也是開得很漂亮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及分享影片哦 按讚、訂閱、按讚、Digit 人家带路啊 最后从这条小路下去 里面隐藏着一片风红美景 每次到访时都觉得这片风红很美 以上就是2023年台北奥万大风红的现况 谢谢大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到 entre纸录像